我们了解了这个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 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无论种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贫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身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治理,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 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曰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此身在无异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真理不也是一样吗? 每一分一秒。 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 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 再也能试。 再耳能听。 再口能言。 再疑能闻相丑。 再深能运用情动作试。 此极道在我深知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只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生。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我一生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形无相。 我们周见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命,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乃是最富足、最圆满、最光明、最完美、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得着有形有像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也相貌肉人,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力直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的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不断的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有形有像的肉体,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却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之中。 不须数十年,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我们称之为嫁祸。 对于真我和嫁祸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的提出两点。 首先,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叫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正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嫁祸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且调容和。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智慧之门,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刺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令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千经万点不足一点。 此点打开玄观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不知超级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乐祖超经乐点超越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它是诸经之师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死体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即是人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四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缘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智慧之门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还能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福之意。 你离苦的乐人生在世。 遭受种种之苦恼。 就其分源。 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我。 求道。 首先就是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造回我们奔斗是真智慎智美之族圆满。 永恒不休的真我。 在日常言行之中发挥真我。 使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离。 至于至善。 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趋及彼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逍遥自在。 二多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 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受。 其没落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 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弥昧了良心。 甚至竟将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挑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症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但造了天灾人或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谐。 因此,上帝红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世,以挽救良善。 求道以后,我们时刻存这道心,以良心待人处世。 当遇又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亦能灾毙结。 逢凶化疾。 此事,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香餐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病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 短暂一变子。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就成空, 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稀如畅广。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 因此故人为求操生了死, 尽必生之力, 苦修苦行。 仍难以访得明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普传, 先走后修, 在求道过程中, 天命明师一指,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放念,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世皆何于良知。 百年之后, 天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 成圣成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 成圣成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心尽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道修道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道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尽其一生, 精进不屑,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 归天之后, 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千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 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 一边玄关开, 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千天大道的尊至贵至宝也。 千天大道, 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机意, 非是在言与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千经万点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智变通上的。 非是在佛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才高八斗上的。 以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托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此次级的千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即意, 此者是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会。 此智此慧是我的来不佑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级是在找回来天地人, 万物万类未生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到新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 此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一级是先天带来的先知先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用。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此可分妙也一不开其妙用妙能。 不曰万灵真主宰也。 摄着天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汗星斗乱续,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转,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着大底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陪, 则片像丛生, 山峰地裂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着人离开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步难行,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智即矣。 摄着觉悟认识先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治理, 绝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 当体即佛矣。 不曰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 不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道。 求道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道。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 我们能得闻先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洁的大道复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 祖上有德根基身后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 亦得到以后。 愿一名疾病是剑刀的精神,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 二。 得到以后,愿以能力所及,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 得到以后, 绝不将求得的三道告知任何人。 三道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切录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这良心愿,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见良心愿, 也必须资论我们求道时, 种下的智慧慈悲清静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 才不致虚度这天在南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 是故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子孙逆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无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 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 脱出轮回之苦必欲之灾。 世间的穷通受忧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陈家齐的幸运。 我本人心地善良。 我有先天天基身厚, 也就是我本人前世做的功德善事很多, 似及天元。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 做善事, 似及祖上有德。 我本人遇到淫宝师赌博得道, 赐佛缘以至。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 或一同又修过宗教, 今生欲天道将事, 一同得道修道。 此乃佛缘以至。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直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 正就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 与众生起机为原则。 因此求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以往许多人苦修苦练,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 传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瞻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就以下几点来看意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 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任何教门,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见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 不止宗教, 只要我们以看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稳和与印证。 若我们缘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看求,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 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 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 求道后的规界,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 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 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律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三, 不照良心愿行。 有和透过很重要的一点求道, 并非从外再加起我们良心与真理, 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 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 求道后,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 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 求道后,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 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 而自然载过向善。 四, 圣凡兼修兼我之身。